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认识了 关系比较特殊的三个人 田女士 张女士和萧先生 其中张女士是萧先生的前妻 田女士是萧先生的现妻 本来田女士与萧先生再婚15年 与前妻之间一直都相安无事 但自从去年年底 前妻突然登门造访之后 因为一张床的摆放问题 前妻和现妻之间 掀起了凶涛海浪 前妻指责田女士是恶毒后妈 随后更是几次三番的登门撒气 可就在双方吵架的过程中 田女士无心说出的一句话 却揭开了前妻张女士 18年前的一道八 我说的 你咋走的 你不知道吗 等于是又揭开我的伤疤 第二次伤害我 原来18年前 萧先生仅凭一张电话单 就断定张女士出轨 以至于张女士到现在 都甩不掉前妇让她背负的屈辱 那个电话一个月 是联系了三十几次 我就觉得不太正常 脑子一热 我去找她娘家人了 她到处去说 她说我出轨了 她说我在外面有人了 到处去说 我张一百个岁 我能说清楚吗 我能去一个一个人 就给她解释吗 我也说得清楚吗 在今天的节目中 张女士将把火力 集中指向她的前夫萧先生 她告诉我们 当初虽然是她提出的离婚 但她选择的是离婚不离家 而并非真正想与萧先生分开 我就说什么时间 我们彼此心里面 没有搁大的时候 我们再复婚 当时离婚的时候 你是有这个想法的 对 可是在离婚不离家期间 前夫萧先生却唯恐 他人不知她出轨 四处给她泼脏水 并且还一面给她泼脏水 一面又积极与别人去相亲 整个事件当中 名利上她说是我虑了她 实际上是她虑了我 张女士执着地 想为18年前的自己 讨回一个清白 但前夫的说法却再一次将她 推向了舆论的顶峰 如果说两个人要是 不可能说就是这个有什么的话 为什么最后还要嫁给她 还要嫁给她 又生了两个出来 那跟男人远一点 那么你到现在 你都还站在不败之地 那么最终张女士和萧先生的恩怨情仇 该如何化解 厂商的三人又能否找回 生活的平静与安宁 欢迎收看金牌调解 18年后登门叫冤的前期下期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人心人爱人和药业 感谢合作伙伴人和品牌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分开以后了 我前夫就好像拿到奖状一样的 所有人都说他离婚的 说我出轨了 说我外边有人的 他这样说人家都给他介绍对象 介绍对象他就去复冤嘛 这两年我在家里住的期间 你说你往家里领了几个 你说我出轨了 你是看见我这个人和他牵手了 还是和他在一块了 还是就是在这床上你抓到了 我前夫 你这样就是往我的身上泼脏水 你一直这样侮辱我 过了十多年以后 在你的县任前面还这样诋毁我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子侮辱我你 我们离了婚以后 他们并没有断了联系 就是从外边回来以后 我是在家找了工作 正上着班 我们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做了个小手术 在医院里那时候 原来这个男的原来我没有见过 后来就是在医院 我去了我才看着那个男的 当时我的邻居可以作证 我的邻居跟我一起去的 他是怎么去的 本身我和他最近本身都没有什么很平常的 我到儿子呢就是做一个手术 头一天我都说 我说医生说了 十点半开始进入手术室 然后就是我带着儿子去做手术了 十点半的时候 我抱着儿子在那个门口 那个时候儿子有四岁吧 打了一些麻药嘛 一疼嘛 儿子那个眼就这样挣住了 我看见我的眼泪缓缓地往下掉 到十二点多的时候 做完手术然后出来了 我抱着孩子放到那个床上 那个时候麻药可能是快该过去了 我心里特别难受 从十点半到十二点多 但连一个电话都没有 所以这个邻居先生说的 你和那位男士的联系是有 那是一点多的时候 因为之前的时候我都说过 我的儿子什么时间做那个手术 你跟对方说过 他说手术做完了 他爸去了没有 我预诊也没有 他也没过来 突然哪有自己的孩子 这么大的手术也不过去了 突然你吃饭了没有 已经一年了 这我说还没有 突然想我给你买一个烧饼吧 在最后他给我买一个烧饼过去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对方来看望了一下 他看望了一下他都走了吗 不是 我想问一下张女士 既然你们是为这个事情离的这个婚 如果你还有想复婚的念头 没有想过那至少对方 那我就不再去联系了 减少这个误会嘛 他一直都在死我的伤疤 一直都在诋毁我 就是给我的名誉已经跟我毁过了 我就是说我没有的事 你干嘛非得叫我跟你断练联系 干嘛非得就是说 别想叫我腾成这样的 那我同样的问题也问一下 萧先生 你这边也其实没想真正离开这个家 那为什么还要频繁地去相亲 这个相亲发生在这个我儿子手术以后了 这个家我已经看不到希望了 所以这都是后来的事 张女士原本是想着离婚不离家 给彼此冷静缓和矛盾的机会 不曾想 贤夫却是朝着与和好相反的方向走 与他之间的感情越走越远 而萧先生则认为 张女士明知他介意 他和那个所谓的老乡交往 可是在离婚不离家期间 张女士还继续与对方保持密切联系 你跟他断联系没有 我跟他断联系了 断联系你 你后来的你结婚的 为什么还是他 不是你给做的没吗 萧先生指出 虽然张女士口口声声说 自己有多冤枉多委屈 但到了最后张女士的再婚对象 依然是那个引起他们离婚的老乡 所以他打心眼里不相信 张女士和那个老乡之间清清白白 那么张女士将作何解释呢 我当时嫁给他的时候 我也是不情愿嫁给他了 因为我没有别的没有选择 作为旁观者情 当时他可没有说他不情愿 这是我们后来结婚的时候 我们都简单地办了一下 他当时马上还有拍婚纱照什么的 还有大班一下 他并不是说他不情愿 他后来生了可不止一个 生了两个 生了两个还是 两个那个是离过婚以后才发现的 我们是十月份离了婚 要靠谱的话 会离了婚以后再生吗 你靠谱前夫 如果说两个人要是不可能说就是这个有什么的话 为什么最后还要嫁给他 还要嫁给他又生了两个出来的 所以你是认为 我真的不理解 真的 我还想说一遍 当初那个时候 我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家的 我不愿意我的儿女分开的 对 但是现在回到这个现实 拍婚纱照这件事情 在你的前夫肖先生看来 这是一些很开心的事 说明你当时他并非不情愿 拍的婚纱照 这是他的排挤我 他也就是说生气那么长时间 太晦气了 冲冲就是说冲下洗 是谁提出来的 对方 对方 他要通过拍婚纱照的形式冲个洗 因为就是我在这个当中 我受了委屈 受的屈辱太多 就没有太晦气 那感觉对方对你还是挺好的 还会站在你的角度 替你去想这些事情 他有这样的心 但是就是说我没有这样的心情 但是就是说我是不愿意 就是说走着二婚的道路 但是当时我也是被他逼的了 但是你还是接受了嘛 对吧 我是说不管怎么样 他逼的话没办法呀 因为有后缘者 必须得有前提嘛 张女士一再为自己喊冤 她表示当初是因为前夫肖先生 将他逼出家门 他独自一人带着女儿 实在无处可去 才会选择委身于 一直在追求他的那个老乡 不过他虽然嫁给了那位老乡 但不到三年时间 他就跟老乡离了婚 因为之前他对女儿还可以 最后他就是结果婚料以后呢 他对女儿不好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个朝鲜 张女士表示他虽然再婚 但再婚之后依然过得不幸福 他认为这一切全都是 拜前夫肖先生所赐 是前夫当初的诽谤和造谣 才让他背负骂名 历经坎坷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在与肖先生彻底分开之后 张女士到底又经历了什么呢 一直陪伴在张女士身边的大女儿 应该最清楚 我们决定连线大女儿 向她了解更多的情况 中药补盖 人和豪衛盖 咀嚼片 闪亮一下 呵护双眼 闪亮牌第一眼月 我爱我善良 儿童感冒 用心解决 加油儿女 常备 哟 卡单 大家好 我是您新来的好物推荐官 暖衣 基同基亚 我国有庞大的人群 深受失眠的困扰 失眠容易引发高血压 高血糖的波动 会使早期重大疾病的风险 增加到49% 还会引发老年痴呆 真是太可怕了 那么有些人会选择吃安眠药 但是长期服用安眠药的危害 是很大的 比如耐药性 精神错乱 认知能力下降 等等等等 那么建议呢 大家可以选择酸枣人来调理 就是这款熬冬酸枣人胶囊 蓝帽子认证功效 改善睡眠 吸收率提高到95% 用过的朋友都说好 原价呢是268元一瓶 本档团评价仅需49元一瓶 没错 超高含量的三岛纸胶囊 仅需49元一瓶 赶快拨打 屏幕上方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经常失眠啊 会导致心肌梗塞 三高问题 肠胃问题 加速润体衰老 老年人现在看电视 看手机视频课 玩短视频 洗得早 睡得晚 睡眠时间啊 根本不够 出现心慌 心悸 头晕眼花 情绪暴躁的情况 比比皆是 那三岛人呢 被称为神奇的东方睡眠果 让您改善睡眠 来看我们这款 熬冬三岛人胶囊 突破了传统三岛人产品的 弊端 胶囊形式 含量超高 蓝帽的认证 评审上就写着 改善睡眠 不弄虚作假 坚持服用 改善睡眠 我们这款 熬冬三岛人胶囊 原价是268元一瓶 本档还拼价 仅需49元一瓶 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跟着我 一起团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的节目在金视频 也会同步的直播 您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金视频的APP 记得可以加入到 我们金牌调解的社区里边 这样的话呢 不仅可以观看更多的节目 还可以和观传员老师们 临距离的互动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喂 你好 小肖你好 现在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还有阿姨 在我们这调解他们的矛盾 就是妈妈好像对他离了婚这件事情 包括当时离婚的这个原因 他都特别地介意 到现在也不能释怀 这十几年来 每次提起来都会哭 他们之前那个离婚那个原因 我妈那边也说的应该就是 感觉我爸到处泼他脏水 因为很多事情他俩说的也不一样 但是我小的那时候就是感觉 我妈挺辛苦的 因为我弟还小嘛 他自己带着我弟去上班找工作 然后照顾我 他们有时候还吵架 当时我觉得他们确实是过不下去了 所以他们离婚我也没有别的看法 对两个人都好 后来妈妈带着你一起再婚的 那几年你感觉你过得怎么样 过得也不好吧 觉得我那个肌肤不是很好 当时我年纪也是比较小 同学的话都是当假呀 或者什么都是出去玩 然后我是在家看孩子 而且我那个肌肤 他是比较那种大男子主义的 就比如说他可能吃个瓜子 那瓜子皮都是扔地上要别人扫的 就是在家干的会比较多 而且那时候 我记得他们那时候吵架 好像是因为我那个肌肤 不是很想给我交学费 我当时在上学 然后我妈是在家看孩子 没有钱没有收入嘛 就经常吵架 我在家也是干的比较多 然后我那个肌肤当时跟我说的就是 你不干的话 那就你妈干 明白 就是你现在干活 就是给你妈分担这个压力 那现在过去了这么多年 你也长大了 弟弟也其实也二十多岁了 就是妈妈可能会有一个担心 觉得就是田阿姨这边 会对弟弟不够好 我觉得我这个阿姨 还是挺好的对我弟弟 我妈是那个 她觉得有些事情 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怎么样 就必须是怎么样的 有一点点固执吧 对别的事还好 只要是牵扯到孩子的话 她可能会比较偏激 比较认真 比较较真 她比较会维护自己的孩子吧 其实我们最关心的 或者说对你妈妈来说最重要的 还是她自己的生活 她好像从那段里面就走不出来 你对这个事你有什么建议 或者想跟妈妈说的吗 我希望他们能把之前的那些事都说清楚 如果是我把她做的话能给她道个歉 因为毕竟这么多年 她每次提起来都会哭 不能释怀 可能对被伤害的人来说 就是这个事不是很好解决 对别人来说是过去了 但是她这边是已经没有过去了 明白 希望他们能把之前的事解决 然后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 好的 谢谢你 好 再见 透过与女儿的连线我们了解到 对于当初萧先生带给她的污名 张女士始终没有释怀 而此时 在得知张女士再婚之后的生活 并不如意之后 萧先生也忍不住发出感慨 现在说起来应该说她与人不输 他们问题没有处理好 导致他们越走越远 但是事情已经都沉这样了 如果再揪着不放 谁也不好过 你说是不是 那么多年她给我的屈容 到目前我还没有清白 田女士认为事已至此 她希望张女士能够放下 可张女士仍坚持要前夫 还自己一个清白 可是在这个最让张女士建议的话题上 萧先生却并不作声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张女士的甘妹妹主动上场 想为张女士说几句话 而通过她的叙述 我们了解到了一个重磅信息 说实话张女士这一生 截至母前就是没有想过一天的福 恨要强一个女的 因为今天让张女士最纠结的 就是关于她的这个清白 就她觉得她很屈辱 以前我认识的时候 她给我的一种感觉 都是很独立 很能干 就是很顾家一个女的 她在家里干什么都是她一个人 我都很佩服这个张女士这一点 哪怕就是自己累死累活 都不用找男人 帮她一点自己去干 张女士是个非常独立 不去依靠男人的人 对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她应该是清白的 对对对 我最佩服的都是这一点 那她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离婚这么久了 她现在反过头来 好像也挺纠结 这个事就过不去 对啊 她想起来都在电视里哭 想起来都在电视里哭 21年的时候 她就带了一个乳腺癌 都切除了 就是她一直都生这个气 一想起来这个气都是哭 这个状态就没有消停过 现在她的身体出疮狂了 对啊 她的身体已经出现 前年的事情是吗 就是前年 也经常说的 不要生气了 我说你看 你的身体现在都出现 这个状态了 还要生气 还要生气 那现在就是你作为她的妹妹 对目前就是张女士 这样的一个处境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的建议就是 大事化小 小事化聊 以后就是说 谁不搭交谁都算了 有事都 大家能商量都商量 不能商量 就不商量嘛 毕竟是各国各的 是吧 好 听明白了 谢谢啊 出于身体健康的角度考虑 张女士的干妹妹也建议 张女士能放下就放下 可面对所有人的劝解 张女士却显得格外偏迟 她今天一定要为自己讨一个说法 心里老师刘怀博认为 张女士与其说是要讨说法 不如说是一个人在最脆弱的时候 本能地会想去找让她最为依恋的人 我不知道张女士 你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过 其实你这么多年来 你心里面你一直可能都没有放下 萧先生本人 哪怕你很恨她 哪怕你觉得她做了很多 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仍然在想要努力地维持着 跟她之间的这种链接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导致你自己第二段婚姻 没有经营好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你在第二段婚姻的时候 有一个很明显的状态 就是哪怕你跟这个人结婚了 但是你其实一直在强调 自己是不愿意跟她结婚的 其实我们说这叫什么 这叫接纳感 你自己根本没有真正地去 接纳跟第二段男的这种婚姻的关系 也就是在心里面在情感上 你并没有认同这个男的 对你来说是一个 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生伴侣 更像是无奈之瞎的 搭伙过日子一样 就像我生活 我现在走到这个地步了 没办法了 还得要往下过 这个人又在追求我 好像人家对我还可以 那算了吧 我就跟她过吧 是这种感觉 我想提醒专女士的是什么 我们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 去看你18年前这段婚姻 就是当初你们两个人的婚姻 之所以走到最后走不下去的 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那个所谓的出轨 所谓的那个看到短信 那个事情 它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可能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于你们两个人曾经 在婚姻当中可能过得 也并不幸福吧 就在那个时候 两个人的婚姻 可能都有点像是 搭伙过日子一样了 只是因为有一儿一女 在这消息什么 她可能自己在 曾经的婚姻当中 她感觉并不是很幸福 她可能也并不是说 真的对张女士本人 很发自内心地去接纳 所以到最后 她才会因为这个 曾经的这种 乌龙事件 似是而非的这种出轨事件 把这个事情给一直闹下去 我们见过很多 真正出轨的婚姻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男的 他真的如果不想 跟一个老婆离婚的时候 哪怕老婆真的出轨了 他后来的态度 都不会是像 萧先生那个态度 他反而会是想着 怎么样去挽回 老婆的这个心 怎么样让老婆 能够回到家庭里边 跟他好好过日子 而不是因为 这样一个乌龙事件 似是而非的出轨事件 就把婚姻给 闹成那个样子 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感情已经出问题了 这一点其实是 张女士可以去思考思考的 张女士 我虽然特别能理解你 但是我也希望你能 接纳自己 曾经犯下的错误 因为你只有接纳了 你才能释怀得了 既接纳自己做错的事情 也接纳 你曾经两段婚姻里面 都做的不好的地方 也许只有你真正接纳了 你自己才能释怀 你才能开始 新的人生 新的生活 我们改写不了历史 你说 你特别受到屈辱 如果十八年前 大年三十的那一天之前 你没有那通电话 你知道婚姻里面 会有危机 会有敏感 会有不信任 我想 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第二件事情 你们是成年人 在十八年前 你们的第一段婚姻 怎么闹 怎么处理 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可是恰恰这种选择 就殃及了你们的孩子 而且这种选择 是稀里糊涂 非常草率 甚至非常具有情绪化和任性的 你以为 我用离婚能够自证清白 你以为离婚不离家 最后这个男人 就会回到我的身边 可是恰恰呢 这个婚还真离了 而萧先生也当真呢 为什么 因为你再次稀里糊涂 不明不白地 在儿子动手术的时候 这个说不清闹不明 还特别敏感的男人 还恰恰就在医院 撞见了 这一下 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所以如此戏剧化的 第一段婚姻的结束 我想二位各自身上都有责任 谁也甭怪 张女士 你自尊心很强 但是都活得稀里糊涂的 你都已经知道 你自己心不甘情不愿 找这个男人 但你很傻呀 还继续要用结婚照 婚纱照 你内心是赌气吗 这是可以用赌气 去宣泄的情绪的方式吗 你最后只会让自己 越来越受伤 张女士 咱们闹这事 那是闹不明白的 最关键的心结 还是要把它解开 做事情还是要动脑 你其实不是一个多么不好的人 但是你是一个什么呀 做事情凭冲动的人 我刚才非常认真地在听 你后面那一次婚姻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说实话 如果真情实感 什么都是可以理解 但是你只看到了 别人没做好的一些小事 却没有看到自己 给别人展示的一些大事 一张床 你可以那么生气 而且明明知道是无心嘛 你说是天大的吗 相比而言 那假如你老公之前 跟一个女的天天打电话 完了之后离了婚 他说没有没有 我们没有什么事情 然后离了婚之后 他娶了那个女的 完了之后生了两个孩子 你怎么想 为什么只看到别人这些事情 看不到自己的事情 那别人的事情理解不了 自己的事情 怎么就那么好理解呢 这就是我们很困惑的地方 明白吗 毕竟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那怎么会被迫呢 让你的婚纱罩拿来看看 我看看是哭还是笑 你哪怕是跟那位结婚生孩子 其实从真情实感的角度来讲 都可以理解 但是你不能从这个事情上 理解他的心情吗 当时他已经过上的 你体无完肤了 他上你体无完肤 是他的问题是不是 但旁人看到的 你这边的情况 是你嫁给了 你百般地说 我没跟那个男的 没什么的一个男人 你老公怎么做人呢 请问 你那个男人远一点 那么你到现在 你都还站在不败之地 你为什么要去坐实 那个所谓的诽谤 这就把你自己害惨了 当你觉得对方怎么 别人做了哪些事情的时候 先考虑一下 就是他们有没有难处 不要只看到自己的难处 不然你就无法理解别人 你也无法宽容别人 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 是别人在折磨我们 往往是自己在折磨自己 是自己在糊弄自己 如果这个都不明白 你会永远地生活在痛苦当中 你有委屈 但是有些委屈是 你自己还没想明白 调解员试图让张女士 站在前夫萧先生的角度 去理解萧先生的感受 但不论调解员怎么说 张女士还是情绪低沉 愤恨难消 那么该如何帮助张女士 认清现实放下过往 从情绪的黑洞里走出来呢 我们将这个艰巨的任务 交给了廖喜玉老师 由他带着张女士 进入密室调解 一落座 张女士就叙述着自己的不甘心 他认为是萧先生当初的污蔑 毁了他的一生 离过婚了以后了 就是说还打算复婚的 但是碰见熟人他都说 我们两个离婚的 他出轨怎么怎么怎么的了 就破坏你了 然后就是人家都 都给他介绍对象嘛 他都开始在外面跟你谈 这也怪你 为什么说你不智慧呢 知道吧 你离了婚打了离婚针 你就不是夫妻了 所以他到我家里 待遇人也好 学生也好 你只是敢生气 没有用 知道了吧 现在目前已经是 18年前的事情了 廖喜玉老师 希望张女士能够认清现实 在他和前夫萧先生的 离婚事件中 萧先生固然有错 但离婚却是他自己选择的 那么就要为自己的选择 承担风险和代价 况且事情已经过去了18年 如果张女士继续纠 不仅于事无补 还会让他自己的身体状况 变得更糟糕 而且他的行为不仅伤害无辜的田女士 也会让儿子夹在中间难做 这个现任的这个继母 我想告诉你 这个女的 一 她不是第三者 二 她不是插足你的家庭 对吧 她是过了几年以后才认识你老公的 是这样的吧 是 真的 而且你一个五岁的孩子 她待了18年 她是有感情的 她进门的时候 我的儿子六岁 是吗 在18年之中 如果她对你的儿子不好 今天这个威信她不会发 廖喜玉老师希望张女士 站在儿子的角度 不再对田女士有敌意 张女士表示接受 看到张女士有所松动 廖喜玉老师决定趁热打铁 再次从孩子入手 你不是后来跟那个男子 生了两个孩子现在多大了 一个十三 一个十六了 对方男方出府养费吗 她那个时候生病了吧 生病 然后去世了 我们都已经离过婚了 两个人因为她对你大女儿不好 我们是07年结的婚 然后是10年结的婚 她是13年呆的病 然后是17年是18年去世的 张女士表示 第二任丈夫去世之后 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女儿 如今全靠她一人抚养 廖喜玉老师认为 张女士更应该 从过往的悲伤情绪中走出来 因为只有拥有一个好的身体 才能担负起孩子们的未来 听闻廖喜玉老师的话 张女士有了一丝触动 沉思片刻之后 她提出了一个要求 这么多年呢 我一直没有释怀我 我想让她赔偿我的精神寻师 假如说你想要她赔你精神 设置费 你从何而来呢 这有预计啊 现在家里生活很难是吗 这么多年对我的精神 精神折磨 假如说你需要这个赔偿 大概要多少钱呢 最少得到五万块钱 她拿得出吗 我不知道 还有一个 你到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你到儿子二十多岁了 十八年前离婚了 他再婚了 你也再婚了 而且你还生了孩子 你再来说要十八年前的这个东西 廖喜玉驳回了张女士 向前夫索要赔偿的要求 那么张女士的工作 还能做得通吗 而肖先生和田女士 如今又是什么态度呢 在密室的另一边 我们看到 王江老师 正积极地与二人沟通 她的身世太坎坷 是因为我们 作为一个男人 你没有引导 你换个角度来说 你出外打工 她一个人在家 带两个孩子 她又跟你爸爸关系又不好 这些 那她在家里面 肯定很多情绪 你又不怎么去调理事的人 她跟谁说呢 好不容易碰一个老乡 多聊了两句 正好又心情相通 说了两句 如果你会说 你会调整 回来以后老婆 是我忽略了你 对吧 我让你在这方面 没有得到我的支持 所以这个行为 永远有我的一半 如果你回来这么处理 这个婚姻不是这样 你是逃遍 你是找别人来说 你是对的 你就把它放在一个案板上 告诉她 这个行为是错的 你就是个大丈夫 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贴了个标签在这里 她最大的一个创伤 她认为是这儿 你知道吗 她认为你这里面 给她贴了个标签 她永无翻身之地 所以她就好歹不好 反正我就嫁给那个人吧 就一系列的问题都错了 能理解吗 听闻王江老师的话 肖先生似乎意识到了 自己当初的冲动之举 给前妻张女士造成的心理震荡 到底有多大 王江老师认为肖先生欠前妻一个真诚的道歉 对此田女士表示支持 这是我在外人的角度 我认为她做得不够理智 就冲这一点 我觉得你也是应该跟她说声对不起 对 你为你的不理智 应该跟她说一声道歉 肖先生点头表示认可 随后廖启玉老师来到他们身边 转达了张女士的想法 在得知张女士想索要赔偿之后 田女士率先表态 我觉得给钱不合适 我也不瞒你说实话 其实我们俩的共同财产 始终在她手里 因为我们将来的每一分钱 只要我们的婚姻还在 每一分钱都会花到孩子身上 这个孩子那也是张女士的孩子 田女士认为 给前妻张女士五万元的赔偿费 这不合情不合理也不合法 但考虑到张女士现在的处境 她表示她愿意和肖先生一起 以儿子的名义 给肖女士送去一笔慰问金 肖先生对此表示认可 随即廖启玉老师 便将他们的想法转告给了张女士 你你是儿子的亲妈 我是儿子的亲爸 无论怎么样 我们不是夫妻绝不是仇人 好吧 对啊 一直就是 我没有把她当过仇人 我还到底要我没有办 假如说今天前夫 能给你一个道歉 你接受吗 也接受 经过漫长的劝解之后 密室调解结束 三方都回到了现场 那么结果将如何呢 张女士能否彻底地解开心结 从过往的阴霾中走出来呢 答案即将揭晓 大家好 我是您新来的好物推荐官暖衣 基同西啊 我国有庞大的人群 身受失眠的困扰 失眠容易引发高血压高血糖的波动 会使早期重大疾病的风险增加到49% 还会引发老年痴呆 真是太可怕了 那么有些人啊会选择吃安眠药 但是长期服用安眠药的危害是很大的 比如耐药性 精神错乱 认知能力下降等等等等 那么建议呢大家可以选择酸枣人来调理 就是这款熬冬酸枣人胶囊 蓝帽子认证功效 改善睡眠 吸收率提高到95% 用过的朋友啊都说好 原价呢是268元一瓶 本档团平价仅需49元一瓶 没错 超高含量的酸枣人胶囊 仅需49元一瓶 赶快拨打屏幕商工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经常失眠啊会导致心肌梗塞 三高问题 肠胃问题 加速润体衰老 老年人现在看电视 看手机视频课 玩短视频 洗得早 睡得晚 睡眠时间啊根本不够 出现心慌 心悸 头晕眼花 情绪暴躁的情况 比比皆是 那三岛人呢被称为神奇的东方睡眠果 让您改善睡眠 来看我们这款熬冬三岛人胶囊 突破了传统三岛人产品的弊端 胶囊形式 含量超高 蓝帽的认证 评证上就写着改善睡眠 不弄虚作假 坚持服用 改善睡眠 我们这款熬冬三岛人胶囊 原价是268元一瓶 本档团拼价仅需79元一瓶 赶快握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 一起团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白调解 我们从密室处来继续回到调解现场 来看看我们的三方 特别是张女士和田女士这边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过去了都过去了 我都放下来了 我的心结打开了 经过这几位老师的分解 我已经释怀了 谢谢各位老师 我想对田女士说 田女士真的对不起 好多就是之前的误会 给你带来不好的心理因素 孩子吧就是六岁 就是你接受孩子 对孩子就是抚养成人 孩子心理上也没有阴影 我作为一个生母 真的说我感谢你 这也是我到这个家应该做的 其实我一直都理解你 如果以后咱们有事情 好好的坐下来谈 我什么都可以 就是说咱只要说开了 我不会纠结任何东西 你不要把我想的那么坏 总是觉得我有私心 或怎么样我没有 以后再也不会了 你放心 我也理解你 我希望我们结合 结合好 行 行 好 好 这样特别好 通过支持调解 我知道我原谅我的错 对你造成伤害 在这里说声抱歉 好 好 算了吗 过去都过去吧 我眼睛放下了 你也放下吧 好的 以后各自都保护好自己身体吧 好的 本应该如此 多关于关于孩子 毕竟儿女都是咱们两个人 我真的是 特别爱这两个孩子 我希望你也是一样 好的 我一定会做到 就是到孩子那个中日大事上 不要往后退缩 你是孩子的父亲 父爱如山 一定地表现出来 一个父亲的担当 好的 我一定做到 好 感谢各位老师 其实人间有很多种缘分 它代表不同的生活 但都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渴望幸福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 我们一切朝前看 好的 你一定要爱喜好你的健康 谢谢老师 对 然后二位 珍惜 你们俩做得很好 都做得很好 我们人到这里 谢谢各位老师 从头开始 好的 谢谢各位老师 调解结束了 相比于之前的愤恨难当 各种不甘心 张女士的一句放下 似乎让她们之间 纠结了18年的爱恨情仇 烟消云散 其实很多时候 想得太多 怨得太深 折磨的都是自己 那些过往的伤害 痛苦的曾经 若总是积极不休 生命就会在无边的黑暗里沉沦 憎恨与原谅 其实不过是一念之间 告别过往的疼痛与不堪 未来才能得到新的解脱 希望回去之后 张女士学会清零往事 用宽恕和原谅 赶走生活中 曾经出现的阴霾 同时 也希望萧先生 能够担负起自身的职责 用自己的担当 为田女士 以及身后的家人 撑起一片 充满阳光的蓝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